大家好 今天大家体验福建省第一条建成运营的 有轨电车线路 五夷有轨电车1号线 于2022年的1月1日元旦正式开通运行 全场有26.18千米 是从五夷山站直达南平市站 标记为橙红色 现在就近站全程体验一下 这是线路的风景图 一共18张 按照路标提示 这就是近站口 电车的轨道 两边有座位 红色的 看一下 首班时间是早上7点 末班是20点 这个时候有轨电车进站 需要掉头 目前是四节车厢 零零散散的 有几个乘客 进站了 五夷有轨电车1号线 进站 这是绿色的 前面是车头 一共有十个站 七个地上站 还有三个高架站 我现在上来了 现在我即将开通的是武夷有轨电车卡 确定 电车关门了 五夷有轨电车1号线 出发了 我现在下的位置是车尾 电车的最高时速是70千米每小时 前方道站 南远岭站 新乘坐更加车前往先列 东山府的乘客 可在此这辆车 换乘更加车 列车经过了南远岭站 南远岭站到了 电车开启前进方向右侧车门 从这看一下站台 是这样的 地上站 车门关闭 出发了 这下面就是出站口 电车气候 行政的路口 按理认识 自立程度 列车 列车现在又经过了东山护站 停稳了 一米二以下的儿童免票 这边是出站口站台 这一站基本上没有上下车乘客 关门 发车了 电车起步行站的路好 现在列车走在了高速公路上 这两边是公路中间是铁轨 速度已经达到了最高时速 看一下大屏幕 桃花开了 列车现在经过了仙电站 长途大巴车刚刚驶过 对面的油轨电车也进站了 是红色 电车出发 电车起用 请站稳图好 发于明城坐五一轮回电车 前方到站城村汉城豪谷遗址公园 城村站 城村村位于五一山市南部 至今保留有四十余座民轻风格的古民居 1958年 好谷工作者在城村 发掘出米越国的东城 规模宏大 其大型工业建筑影视群 占地面积数万平方米 1996年12月 城村汉城为治 列与第四批国家级注点文物保护单位 2007年 被建设部国家文物局列入第三批全国历史文化名村 黄土站 星田站 还有风波站 尚未开通 直接到城村站 现在列车经过了 城村的汉城考古遗址 下来看一下 汉城遗址 前面就是了 周围有茶园 还有好多的桃树 这站基本上没人上下车 车门关闭 出发了 列车经过了顾县站 这一站 稍微开通 对面有个牌子写着是 武夷客运总站 这有好多的高架桥 列车正在进站 这一站到达了终点站 南平市的高铁站 下车的时候 刷码成功 我现在下车了 这就是本次列车的终点站 大概坐了40分钟的车 大家都是朝这个方向下车的 武夷有轨电车 从武夷山到南平市 全程体验完了 大概26.18千米 用时40分钟 大家觉得怎么样 这一站真的是特别方便 不仅有武夷的客运总站 而且这就是高铁转 准备乘坐高铁 去下一座城市了 进入 在车 进入 车 车 车